前副总统吕秀莲关注立法院即将修改的公投法修正案 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开表达反对联署必须要付身份证赢本的立场 呼吁民进党不要让公投投票南上加南变成铁融公投 也不该打着民主来反民主 尤其公投还不能与大选同时举行 等于变相剥夺了公民投票权益 吕秀莲呼吁中选会尽快通过电子联署相关事宜 立法院6月17号召开临时会 前副总统吕秀莲再出来同批民进党即将闯关通过的政院版公投法修正案 要求联署时必须付上身份证赢本 而且公投还不能跟大选同时举行 根本是开民主倒车 国民党定下鸟融公投 民进党修改为铁融公投 变相剥夺公民投票权 民进党请你不要打着民主背叛民主 联署付上身份证赢本是防止未造 而修正草案当中让大选跟公投脱钩 公投投票南上加南 等于不可能通过形同铁融公投 期待蔡英文总统更大声的告诉我们的行政跟立法单位 一旦公投联署需强附身份证赢本 对于18岁以上全体国民的个人隐私权就存有高度的危险性 公投为宪法保障的直接民权 吕秀莲认为身份证是基本隐私资料 万一提供的话增加联署困难 也变相阻碍公投进行 吕秀莲多次站出来 呼吁政府不要剥夺公民投票权 记者 萧比萧热生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